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抖音看多了 看 闹仔手机课 哎不是闹仔派的课 做自己的键盘下 晚上好 听歌听歌 今天晚上去看电影了 颜色好是吗 啊对对对 谢谢小哈真的很可爱 谢谢小周 我拉了我室友一起去看的 是吧这首歌好听 叫做没有名字的夜晚 什么 今天拍了生血 哎你说平时天天说自己 玫瑰树干啥的 今天拍生血 一拍拍俩 多少的给你沾一点 衣服嘛 嗯 各有各的特色 谢谢水调歌 衣服 衣服 我觉得 我这样 平 平派的就是 广州的那件衣服 穿起来很像战士 非常非常的像战士 今天让姐姐给我卷了这种大卷 然后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今天拍照那哥哥 不是那个以前那个社长拍照 是一个之前好像是拍一些我不知道他拍什么的但是也有见过也拍过但是很少拍的一个哥哥 然后我我刚站在那然后他我们不是拍那种公视照吗就是重点什么重点是我们不是都拍了这么多年的都知道公视照不能笑的太憨厚就是那种如果是笑太憨厚挂在那个墙上会显得特别像的假笑我还不如就是酷一点的那种啊然后我也知道哪些可能自己哪些表情会稍微好看一点然后我就 比较冷裤子在那摆那个 然后那个哥哥一直让我俏皮一点俏皮一点俏皮一点而且那衣服又像战士又要俏皮你知道吧真的然后社长就说哎呀人家各有各的风格你别逼他了 然后然后然后他就对然后那个哥哥就说啊你这个衣服适合俏皮一点呢什么你的脸俏皮一点也好看的然后就让我多笑啊我就试着笑的见了 没有他让我笑着拍然后你看笑着多好看谁说你笑的不好看 然后对然后我今天头发好蓬松是这里弄的蓬松 嗯因为我觉得那里弄起来比较好看 头发最近给他好好的在在保养呢 因为毕竟染了要对他负责对吧 然后后来就开始直直直直到我一些姿势啊 就比如说把脚翘起来什么什么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叫我比心然后我就比了一个这样的心 然后他就教我是那种比心这种比心啊 然后他就在那边示范一下他说现在很流行这种比心你比一个心吧 你粉丝应该会很喜欢然后我就我说嗯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嗯嗯然后哥哥说啊你不会不会吧就是两根手指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后他给我示范了一下 我晕了然后我就很尴尬的对着他 因为不得不比你知道吧我不能说他吐是吧我不能说 哎不行哥哥这个太吐了没有说你吐的意思就然后我就 就还是比了一下希望到时候不要选那张啊 好帅了你这头像是什么东西啊草帅啊你这什么头像啊看不清不必草帅 换个头像再来这个啥呀没有我刚刚还特地看一眼什么 结果哥哥就说哎呦这这个多好看啊不要被别人误导了你笑起来多好看啊 啊没事随便浪你浪哪都一样 不是我的表情包就行 他说我我跟他说他他就说你为什么不想你笑起来笑起来怎么了 我跟他说哥哥因为我笑起来太标准了 谢谢小正 不好说是吧不好说 因为我笑起来太好看了 不是啊不是像他们就是笑起来怎么说呢可能自己有点憨厚吧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很憨厚 所以才觉得就比较少吧痴迷对就是痴迷就痴迷那样那张表情包太影响我的 其实我平时看什么都是那样笑的只是我那张痴迷就非常的痴迷对就满载而归 今天晚上去看那个电影哇如果有喜欢服装设计的或者是喜欢那种比较视觉体验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真的 真的那个女主太漂亮了就是她每次出场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有点丧现在被你说乐了 你头发哪儿花了可好了我那天还想说你怎么染到那么白的 而且还是自己染的非常的勇气可嘉 笑 嘻嘻 你这什么什么时候我嘻嘻笑成这样了呀 我喜欢什么颜色 你说的什么颜色是用在什么东西上面的什么颜色 好严谨 现在更白了 就是这份 最近想换发色姐姐有什么推荐吗 嗯想换发色啊要看你是什么什么样的工作性质啊 因为如果是你工作性质比如说你是学生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不是 就上次管的比较多的话你就还是要染一个比较保守的颜色 然后如果像我这种浅发色啊不管男的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只知道女的就是女生来说的话我觉得浅发色还是比较适合要经常化妆的人 因为我不化妆的时候就也觉得自己非常奇怪 因为浅发色确实会比较显白 但是你如果是没有化妆的情况下就会比较参白很参丧 而且再加上我我天生眉毛又是比较浓密的那种那种类型你知道吧 所以我每次这个是我上了染眉膏之后 因为染眉膏上了之后它会跟我这个颜色比较相似嘛 然后我如果没上染眉膏就跟我黑眼珠子这个颜色就是黑的两道在这儿 就跟头就感觉这个头发就像假发就很奇怪 对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最好还是要有化妆的情窗一下 你想染个特别的颜色来看我 夏天其实我觉得夏天可以染稍微淺那么一点点的颜色比较适合夏天 法学生马上给他 其实那种茶色也很好看 什么黑茶色 对 黑茶色啊什么的什么的 蓝黑现在只剩黑了 没有我给你蓝黑那种要显蓝色的那种肯定是你要有一票的 或者是那种底颜色比较浅的 才能看得出来那种蓝色 不然在黑的基础上你 那个蓝色会退的很快的 对我就想说等我这个头发就一直这样子 因为它不会退嘛 一直都是这个颜色 等它到时候看腻了之后 再可以染一些灰色呀 一些那种浅的颜色我觉得都还挺ok的 蓝色粉配12度 戴上浴帽一小时 哇哦 但是你那个头发染的真的很白耶 我那天看到还觉得挺好的 谢谢不可爱不帅气 怎么办 今天因为我昨天的时候这个头发颜色还是被说了的 就是说这样子颜色要扣钱啥的 谢谢小白龙 谢谢我不可爱不帅气 但是我就觉得好看 然后今天不是拍身写吗 然后各位就说 哎哟 又来一个扣钱的发型啊 又来一个扣钱的发型啊 然后 然后看了一下他说 哎 广州那边扣一次 上海扣一次 双倍啊 说是那么说但是再说吧 还要搭配去黄洗发水 对我买了去黄洗发水 你们就感觉我洗完之后就会稍微不会那种黄色 因为有一种黄色很土啊 但是呢 那个Tony老师跟我说 自己用去黄洗发水的话 去黄洗发水的话啊 就是你洗的时候不要拿去这样子揉啊 因为这样子揉搓的话 它容易花 你要那种涂抹式的 你们知道吗 要涂抹式的 就是先把它打出泡泡来之后再往上抹 不然 不然你那个头发就是会很容易 比如说这块它去黄了 这块没去黄 这块去黄了 这块没去黄 你知道吗 这样才能均匀一点啊 绑三 没有你这么烦恼 但是说不定你有一些地方也没让到 而且你看我头发长得多快 我的黑头发也长得那么长 看到没 已经长出一个寸头的长度 但我个人最目前还没有腻 还是觉得蛮喜欢的 虽然说也没多久 但是还是挺喜欢的 这个颜色的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在舞台上 因为舞台上的 就是我相当于说是一个 是个啥呢 我本来想说我相当于是一个透明色 就是舞台上的那个光啊 就是照在我什么头 什么光照在头上就是啥颜色 就还蛮蛮蛮蛮蛮喜欢的 谢谢卡丽 卡丽 卡丽 谢谢阿姨 对这几天高考真的朋友们 但是最应该没有高考的 没有那种高考的 要高考的还不知死活的在这 在这看我直播吧 没有吧 不是吧 高考生应该已经睡着了 不是 你最好是中考 不是吧 这是这个笑谁拍的 我都没看到这个图怎么你会发这个呀 你再看 明天是考试真的要好好考 好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好好考试 反正不是我 一边画正点一边 喜欢高中生吗 喜欢的话明天就不去考 不喜欢 哦喜欢 喜不喜欢你都得去啊 你还能弃考不成 你好像很憨那样 你说谁很憨那样的 你说 粉饰 这个歌好听哦 叫救理初 我 真的我跟你们说 你们一定就是高考的一定要 要好好的相信我这个经历 不是 我高考运气真的是非常好的 对 对 你没高考的经历啊 怎么会这样呀 期末考的能相信 嗯 红白色乐队的 我真的好想乐队啊 没高考呢 裸考本人 大家一个个裸考特自豪是不是 不复习 不复习 我跟你讲以前高中 高中初中最流行的那种学吧 就是 别人问他 你复习怎么样 啊没复习 没复习呢 我都不知道 都不太会 然后发下来99 98 每次叫没复习啊 就是高中 对于高中初中的学生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 勤奋和努力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 你知道吗 就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觉得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 就是这样 以前努力学习 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 你知道吧 就是偷偷的学 学表 对我可能就是那种学表 对 不是啊 以前就是那种 我记得是高中的时候 就别人问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你就算是凌晨三四点 而且我那时候 就是喜欢凌晨起来念书 比如说 四五点 低闹钟起来 真的 然后别人问我 啊你 你复习怎么样 但是我很早睡 我可能九点多 八九点就睡觉了 是真的 别人就说 啊你怎么 没复习啊 没复习啊 我八九点就睡了 哈哈没想到吧 我早上四五点起床 好烦 是啊 怎么会 但我没有说话 人家真的是九十点就睡觉的人呢 没有复习完只是在我的 我的一个概念里啊 我觉得还是有没有复习到的点了 就是考考试发下来 考的分数比较高呢 也就是运气比较好 I don't wanna tell you the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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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对面比谁后关的 我们不是 我们都比谁早睡的 不知道不知道 而且那时候 然后为什么 不好意思 跟大家说你是 很努力吗 因为你如果说啊 你跟一直跟大家说 你非常非常努力 但是你考出来分数很差 人家就会觉得 都这么努力了 还只能考成这样 是不是傻呀 虽然没有人这样说 但是我就怕 真的 你自己心里都会这样子 这样想的 你知道吧 这个乐队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看的一个现场乐队 叫做 就是这个脑镯乐队 那个时候 真的我人生中第一 因为刚好听到这首歌 没想到 这首歌 这个乐队 不是说什么 因为那首歌 我不知道什么乐队 只是因为 有人 有人给了我一张这个 有人给了我一张这种 就让我们乐队的劝 让我们一起去看了而已 天哪 你知道那种 站在第一排 音响旁边 就是真的被人按头按力的感觉 就是第一排就是要那种摇头的那种 你知道吗 谢谢然然 哇 我是一个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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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要甩的那种 他歌词写的挺好的 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那种 现场其实很解压 对 是很解压的 对 就是仍然 冷然 就是有玩仍然 然后到我这就不行了 什么东西啊 不玩了 不知道了 人浪是什么 我也不会说了 对人浪 是吧 会的 电影好看 戴个眼镜 我之前买的有一副本来想那个 刘总的时候带的就是那个乌框的那个眼镜 不知道被我放哪去了 这叫演示尴尬 你知道吧 这歌词好好哦 超喜欢这副真的 这是我逛某音的时候看到 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哇 灌醉了白日梦 又任他糊涂走马 浸满烟尘的风 把故事一并咽下 还记得天亮前要回家 这个写得好好哦 不是我 是他这个MV的 就是专辑的封面 真的有点像旋转还是旋转的 旋转火锅 这也是哈卡的歌 高中生快快快去复习 是不是有一张差不多的在观中 中古店 我真的今天晚上看那个真的特别好看 我觉得 因为他里面那个 那个井啊 那个衣服啊 那个女主 首先是那个女主 因为他每一次出场 造型都非常的好看 我就觉得哇哦 好精致 太美了 太漂亮了 就是那种 如果喜欢看美女的 看 看真的 这部剧很好 看 电影叫 黑白 黑白魔女 酷伊拉 酷伊拉 耶 笑死 根本不知道叫什么 太长了 有美女 真的漂亮 对 对 那部电影超级超级超级好看的 安利给大家 叫做 对有美女还有宠物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 穿普拉达的女王 对对对对 他里面的衣服真太绝 而且那么现场啊 就是因为他每次的那个场景都非常大的阵仗 特别好看 嗯 可不是嘛 真的好像火锅呀 对 真的非常经典 他这部也是很经典的 我觉得 而且包括他每一个那种镜头 我好想他里面有一个一镜到底的那个拍子真的很好看 女主真的很漂亮 就那么丧丧的美 明天拍完东西就看 可以 好看的 有点热 我前几年去甜甜房间 就是那天 公演结束了 不是去他房间 上巴吗 然后 他房间就是 我进去他房间开着窗户 火 我寻思 哇哦 你房间怎么开着窗户 比我这个 开着电风扇的房间还凉快呢 原来一看 一边开着窗户 一边开着空调 我今年还没有开始开空调呢 上海 因为我觉得太热了 房间 对就是热 我们这都开着窗户 真的吗 拍着好看吗 我弄个半扎吧 我这个耍型还没半扎过 这一撮要不要呢 湖州人已经开了 对我在广州那几天是真的天天都是开着空调的一个台人 我好大啊 但是卷的话不适合半扎 之前班他我就把他拍过两次一次是 运动会的时候一次就是昨天 不是昨天 前天 是前天吗 是前天 开始全部绑起来 折腾呢 不绑吗 还是放下来吧 因为没没弄好 我们新裤子来了 我们新裤子来了 我来咧 我来咧 都爱梦拍的这一张最好看 我今天还去 因为今天拍了深血之后 我还去天台拍了一些照片 就在拍了一些胶片 耶 可能明天明天之后再去 再去 再去 再去那个 再去洗 这首歌叫 这首歌叫我爱你 什么时候发 都还没洗呢 怎么怎么发呢 傻呀 如果寄过去还要寄两三天 两天吧 洗还要洗两天 这反正至少得一周吧 小傻龙 小傻龙 四位就是那个 什么火车飘向什么什么 焦焦你用醒涂 我不用醒涂 我用美涂秀秀 我的那些 现在发的那些涂都是美涂秀秀秀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用醒涂的话 美涂太熟 对啊 醒涂我之前也用 但是之前我好像用醒涂有一点点压缩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之前不是也有很多人用那个什么 Facetime嘛 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也用那个 但后来比较少 对 醒涂蛮好用的 因为颜色什么的挺好看的 但是因为我 我主要是 有一个去骗圈 那个 为什么用美涂秀秀呢 因为 本人 照片一定要用那个小头 知道吧 这个美涂秀就可以做到 其他软件没有小涂小头 醒涂也可以嘛 真的嘛 有那个智能小头嘛 现实就这样非常现实 因为要有智能小头 因为要有智能小头 很多小头没有智能小头 我跟你说 现在有那个智能小头啦 我知道我不接头发就不用想 因为我接了头发之后 显得头更大了 但是 就是 就像我那时候 干 不是干拆完头发染完那个颜色 然后就在后面绑了一 脱那个时候嘛 就头特别小 但是 我还是喜欢这种 这种感觉 膝盖 没怎么跳舞跳的 智能小头 对 智能小头 就不会 就不会让周围的东西变形了 确实好看 确实好看呀 希希 我们练的 我们过度公演啊 看到没有 过度公演 看到没有 地板动作 练的我昨天晚上 做梦都梦到 我在做那个 地板动作 在做那个 托马斯拳选 嗯 讲什么 有地板动作 真的 我昨晚就做梦 我梦到我自己 在地上做那个 头部动作 头部那个 托马斯拳选拳选拳 我呀 好晕啊 那 没 我在想下次排练 要带个复席 在这看下哪些复席好用 在想 没关系 对就是逃跑计划的一万次悲伤 等有机会再去买 对 好像很热 会不会展狮子啊 展狮子 对我今天涂到这个口红颜色好看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很复古 又不会说太深 嗯 还挺好看的 这个 对吧 这个颜色很好看 这个是那个 我用的那个Color Key 有没有用过吗 有个非常便宜又好用的牌子 就是两支才60多 还是50多 好硬的转移 我转移啥话题了吗 对这个是714的 这个色号是714 很好看 对 我觉得不整个单杯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他没有给我签 现在是涂了口红的状态 这是一个杯子 还是有一点点沾的 但是不怎么沾 啊 我又买708 对 我买的就是708和714 714的话就 我觉得会很很复古显摆 然后如果是708的话 是沉调的 是个比较淡淡状的 这叫什么 学乙之勇 不是学乙之勇 这个是 这个混沌送的 混沌送的豆豆杯 要不是他跟我说 他说这个 是 从瑞士带回来的冰川 我不会用这个豆豆杯的 芬兰 不管我的事啊 是小白龙说是瑞士的 我只是看到了那个啊 只是看到那个提醒啊 7.25的书 什么 7.25什么线下 演线下公演 是不是现在广巴又开始 云公演了 我 对 我因为我听那 朋友说 那我如果是 这样子的话 哎 我也不知道 那还不如说 先演呢 你说弄个云公演 根本都没粉丝 来看的话 那我弄什么生日公演啊 你 无法抗拒的心情 难以呼吸 没事 我到时候再看情况 对 我就这样想 先暂定吧 再说吧 嗯 希望疫情可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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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嗯 对还还没去呢 现在才六月多 现在已经六月中旬了 对 最近就先忙着 先把我们的过渡公演 先给过渡了 要要要 过渡公演 对 过渡公演 我又开始上比较多的首歌了 应该会上多少首呢 之前不是就上四首大歌 应该之后会上 会上多少首 六七首 一行一行一行公演了 一行一行公演了 一行一行公演了 我今天就想说我 今天在 在过渡公演之前 我一定每天要把这个舞 每天都要跳几遍 因为我觉得 就是这次 这个公演的站位还不错 真的 就还挺多站在挺前面的地方 我不能 不能跳错的 真的 站位挺前面的 就是跳副歌的时候 都挺前面的 就比较多 有在第一排或者第二排的了 因为之前像现在这个 歌就好像比较也 其实也挺好的 严谨 对 我知道 有出公告了不是吗 十八号 而且你想十八号开始了之后呢 也会就是 过渡 不是那些新的歌 都有新的衣服啦 虽然是以前其他公演的 但是也算是有新新衣服穿 是以前其他公演的歌的啦 中间拍不到机场就走了 那我想一想 那我想一想 对是没穿没穿过的衣服都是新衣服 十四号上公演吗 那好多呀 为什么要练铁杀战材来继续继续继续啊 好啦 上啥 我觉得很奇怪 我待会要去问一下 十四号 因为我没有看到我行程表里有十四号的公演 对 对 我没有看到有了 有写 谢谢斯蒂 十四号要办什么比赛啊 啊 这就要拍到了 好 我待会儿问一下吧 好啦 我准备关直播啦 拜拜 晚了晚了 拜拜晚安 大家早点睡晚安拜拜 拜拜